因為日本最近的成長率 這一兩機都是1.多% 日本好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因為它 這個日幣在貶值 寬鬆 所以它的出口比較有利 像很多汽車還是蠻常亡的 第二個日本就是因為 它現在開始有通膨 因為貶值開始進口的 一些成本變貴 輸入性通膨 所以它物價現在是 通膨離到3% 所以日本是不怕通膨 怕通縮 是